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林芳暖 新闻开始带您关心的是 上午7点58分发生规模7.2强震 台中震度5级多处传出灾情 和平区中恒变道发生了落石砸上车辆 造成两人受伤 而市中心则是终结停驶 耗指灯掉落等 未来还可能有余震 民众可得多加小心 台七四线路灯左右咬黄不停 今天上午7点58分发生规模7.2强震 台中地震规模5级 中恒变道18.7K和1.9K 有大量落石 甚至砸中六辆车 包含一辆风源客运公车 造成两人受伤 那时候我在外面 然后突然觉得有点晕眩 然后整个人都在晃 发生5级有感地震 多处传出零星灾情 市府灾害应变中心三级开设 而监狱绿线曾一度 全线停尸检查 不少同情上班族好无奈 难免啊 可是这没办法的啊 那不是天灾 还蛮快的 因为刚好我也是超得到 要出门时间 就刚好可以运营 一发生立诊 目前列车断速行驶 灾害发生后 约半个小时8点30分左右 终结线部分恢复通行 从北屯总站到市府站 9点16分后全线通车 而受不住强震的 还有这些地方 历史建筑月煤堂厂 制堂工厂的烟囱 也因地震裂开 画面再来看到这摇摇欲坠的好纸灯 民众路过落不小心被砸中 相当危险 因此警方立刻派遣警力 维护现场秩序 工程处也在上午9点25分 修复完毕 本所远警于本日上午8点10分 行经福星北与西苑入口 发现 炮制因地震毁损 悬挂于灯杆上 因恐危急用路人安全 立即在炮制周遭 放置三角锥 并交通疏导 防止民众靠近 并通知工程单位 到场处理 这起地震是在921后 25年来规模最大 未来4天可能还有余震 民众要多加提防注意安全